经询问爆料者,发生时间为去年111年,路过无法确定是否酒驾遭警方拦查,且详细时间及警方拦查缘由亦无法提供查考。 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,机车驾驶人酒驾超过标准值0.15毫克,将处以新台币15000人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,并当场一致保管该机车及吊扣其驾照一至二年,若超过标准值0.25毫克,则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 严存分局在此呼吁为保障民众交通安全防治交通事故之发生,警方取缔酒后驾车没有假期,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引酒上路,如有引酒应搭乘计程车,大众运输交通工具,指定驾驶或亲友接送,避免意外发生而遗憾终身。